好 好 嘿 怎麼了 大哥 обязательно prob OK Bye 現在 礙事 相機差一點非 天吶這東西一直掉下來怎麼拍啊 對不對嘛 每一個要上學的早上呢都跟打仗一樣 八點半上學 我們大概八點二十五分才能出門 雖然說學校真的是非常的近 但是每一天都處於一個瀕臨遲到的狀態 那上完這個禮拜呢她就放聖誕節了 嗨 媽 嗨 妳喜歡上學嗎 喜歡 那妳早上為什麼說妳不想起床 爸爸 我不想要吃了 OK 妳不想要吃了就先放旁邊吧 給妳吃 啊 妳才這麼多耶 我幫妳吃喔 給妳喝吧 妳先喝好不好 妳先幫寶寶拿著 寶寶現在沒有手 妳先吃 然後吃完之後就給妳喝 好 如果你回去時候 然後妳要喝整個草皮 好 上學囉 下學 等一下 口罩嗎 OK GO GO 我們家雖然只有四個人 但是每個一半我們要吃的雞蛋的數量 這個是驚鬼天人 我以為她都跑出去了 門開了 Oh my God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囉 跟雙子男鬥嘴常常變吵架 應該要怎麼釋懷 鬥嘴內容比如說她說我說話 太偏頗 不該批評別人 不過在我看來只是表達我的看法 我覺得跟雙子男呢 你們就也不要跟他們吵了 因為呢畢竟雙子座的人是非常好變的 你怎麼吵都吵不過她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敗費力氣 她如果講妳就讓她去講 我覺得妳也可以表達妳的看法 但是妳就聽聽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理她 不要把她當真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雙子座講的話 自己也都不確定自己到底講的是什麼東西 絕對是會把妳伺候的服服貼貼的 而且他們的脾氣呢都非常的溫和 他們也不是會屬於跟你硬碰硬的個性 但是我覺得雙子座呢 他們做事情可能比較沒有這麼多的計畫 還有這麼多的毅力 所以妳就會覺得說 欸她今天在工作上面好像就是就是若有事物的 然後OK這樣子就OK了 不需要太努力或是也不需要怎麼樣 就感覺吃喝玩樂都是剛剛好 她沒有說特別會想要去追求說一個 我要工作超級興奮然後我要不停的就是進步 或是怎麼樣 她覺得很多東西就是對於她來說就是balance就好 但是我覺得in general來說 雙子座的老公算是還不錯啦 但是因為她自己也不知道要什麼 所以不知道哪一天她會不會就突然冷淡 然後她就不想要這段婚姻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雙子座的很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在雙子座男生的這一塊地方 常常很多雙子男都會被形容成渣男 那我覺得這是他們比較有點小缺點的地方 為什麼摩羯女不斷被雙子男和天蠍男性 星座不是說不配嗎 再一次強調就是我覺得星座不能單單只是看太陽星座 或許你的上升星座或月亮星座都有可以跟她match到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雙子男真的是摩羯女的造能 我遇過很多摩羯女都說她沒有辦法handle雙子座男生 OK天蠍男跟雙子女適合嗎 我覺得非常適合 我覺得天蠍座跟雙子座是最搭的星座 因為我覺得雙子座的個性她比較多變 然後她對於東西很容易就是會喜心厭舊 一下子就失去了興趣 但是天蠍座的個性就是非常的神秘 你看不透她到底在想什麼 你也看不透她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對於雙子座來說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每一天都感覺非常的新鮮 雙子座是有品味的嗎 我覺得雙子座算是非常有品味啊 舉個例來說好了 我常常在看的那個Youtuber流氓呢 他也是雙子座 我覺得他拍的照啊 或是他家裡的擺設都很美 算是蠻有品味的 老師你好我也是上升雙子 明年要滿30歲 其實滿30歲之後真的會比較像雙子座嗎 那跟大家再重申一下 上升星座不是代表30歲以後才會表現的樣子 而是你呢 想要呈現給大家的樣子 所以並不是等到30歲以後 但是呢為什麼大家都常常會說 會是30歲以後的原因 是因為在30歲以後你比較會 容易知道說 我要呈現給別人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所以大家都會誤會說30歲以後 喜歡雙子男該怎麼處理 我是雙子女 哭哭臉 請問一下這雙子男是很花心還是怎麼樣嗎 讓你很煩惱 如果今天他真的很花心的話 我覺得你就不要嘗試 我個人覺得雙子座的男生呢 沒有那個本事千萬不要去碰 因為碰了以後呢會搞得你非常非常的累 雙子座和水瓶座適合嗎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適合 兩個星座呢都是屬於比較知識型 然後很喜歡興起事物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碰撞在一起 是有非常多火花 他們會對於彼此呢 一直不斷開發新鮮的東西呢 感到有趣 天秤和雙子適合嗎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我覺得天秤就是感覺 他們也是不太喜歡變動的行作 雙子就是變動的非常的激烈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一直不停的改變 可能有一點煩 這就是關於雙子座的問題啦 有任何問題呢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繼續問我關於星座的問題喔 Emma 妳的鞋子喜歡嗎 喜歡 給爸爸看一個好嗎 哇 你看還有這個可以畫畫的喔 這些是我的朋友喔 我要試試看 這裡是這裡嗎 妹妹妳也有一雙耶 妹妹喜歡嗎 爸爸給妳的monster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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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來吧 擁擠 Hoteen here, might need something I'm still young, but I move like a Rude deal to my lawyer If you're down, hit my management I'm just swimming up and wait till I Operducer saw the number one Different colors in my baggy like Chuck it up, talk of the time when you're talking up Wanna get you a ringer, you tough enough Wanna get you new things with your pockets 結果我昨天沒有完成我的潛水課程 因為我上課傷到一半的時候 整個失控 對教練大發飆 如果你們有看昨天的Val的話呢 你們應該都知道 我對於這個教練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意見 我覺得他真的是沒有資格去勝任潛水教練這個工作 在過去的這一兩天當中 他不斷的在找我麻煩 結果昨天晚上 我實在忍無可忍 我把他徹底的臭罵了一頓 他當下也被我嚇到 因為他完全沒有意料到我竟然會 瞬間發飆,因為我平時看起來 每個人都好像蠻nice的 但是我這個人最討厭就是這種 七三趴二的 當然我沒有對他動手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以後再也不敢 欺負他的學生了 今天早上潛水店的老闆就打來跟我道歉 但是說真的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完全是屬於那一個教練的個人行為 被他教過的其他學生 跟包括跟我一起去上課的學生 對他都有意見 只是大家人都太nice了 想說忍一忍就算了 他下次再決定要當一個XXX之前 應該會再三考慮 因為凡事都有因果 每一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後果 這是我相信的 就像我開車不應該把相機放在上面一樣 哈哈哈哈